北京时间11月25日零时,卡塔尔世界杯进入第五个比赛日 H组葡萄牙对阵迦娜,特鲁姆普正式首秀 葡萄牙以9.37亿欧元的球员总身价排名世界第九位 而迦娜以2.17亿欧元的球员总身价排名世界第六十亿位 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,冷门不断 东道主在世界杯揭幕战中首次失利 随后阿根廷暴冷负于沙特 受沙特冲击拖累,梅西罚进点球 然后德国对阵日本的时候,剧情也差不多 一球过后,日本队连班两球 亚洲球队打出精彩表现,而强队则接二连三地遭遇苦难 也提醒志在冲击冠军的葡萄牙,面对弱旅不可轻敌 最终,葡萄牙对3比2战胜加纳,取得开门红 特鲁姆普打破纪录,成为第一个在五届世界杯上进球的球员 再次,拍照了个资料 就是无法调查期望的 自然说的投资小抽屈 现在 now有点准备